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加奥系列课程里面的这个第31讲 我们的这个第三小节了 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个多维宿主的一个使用 OK 这里面啊 我列出了一个 这个我们看啊 还记得大家兄弟年这个成绩大赛里面啊 还记得那套作业吧 这个就来 有个说有三个班级是吧 对 然后各四名学院参赛 对吧 然后计算每个班的平均分的那套作业题 记得 是吧 我记得小白也完成了 是吧 完成了 那套题 OK 那套题里面呢 是直接把每个班的平均分给打印出来了 对 是吧 那如果我们想再把每个学员的这个成绩 我们是在那套题里面是没有保留下来的 对 是吧 直接就取完平均分就拉倒了 对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啊12名这个这个学员的这个啊自己的成绩 然后能够呃存储下来 对吧 对 能够存储下来能够挨个的各自输出是吧 嗯 诶 这如何做呢 这个嗯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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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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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平均分是吧 最终输出了啊 最终输出这个平均分 那如果我们想啊从控台上输入对吧 控单输入这个12名学员的成绩是吧 对 我们用到了什么排线啊 scanner scanner 嗯 utl scanner 这样一个类 ok 我们呢 在这儿scanner input 等于 new一个scanner scanner 是吧 set them.in 这小白已经很熟了吧 嗯 天天敲 ok 然后呃 如果我们要接收12次输入是吧 第二个班我们上这个是怎么下来的 怎么下来我们是一个货循环的吗 对货循环循环的是几次啊 等于这个第一个班 对 i小于等于3 三三个班对吧 对 然后呢加加对不对 对 加加这是三个班 然后里面再来一个货是不是 四个学员 四个学员 对 j等于几啊 1 然后j小于等于 等于4 是吧 j加加 是不是四个学员 嗯 ok 四个学员 这样一成绩对吧 哎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们就 呃直接接收一个input 接收一个输入是吧 那样的 nest the int 对吧 nest the int 得到了一个呃什么呀 成绩是吧 对得到成绩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成绩呢 怎么样 存到 存起来 对 那么怎么存呢 12个学员 对 我目的是分开用变量来存 应该要定 12个变量 嗯 是吧 12个变量 那这个这个投他 是吧 投他 那我们用宿主是吧 我们可以用宿主 那宿主呢我们自己用了什么呢 因为 有三个班的吧 对 每个班里面有四名学员 嗯 这是有这个这样一个关系是吧 对 那我们现在用到的是一个 比如说定一个二维输组 二维的 对吧 定一个二维输组 那二维输组怎么定义呢 这么来定义啊 就加两个中国号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成绩叫什么 是 score score 对吧 这是我们的分数 我们是interlacing的吧 对 好 如果是 二维输组 就是 两个中国号 三维输组 三个中国号 四维输组 四个中国号 对吧 一七往下 一一次啊 往下走就行了 当然 太多可能就更复杂了是吧 对 更复杂了 我们进行二维输组 对吧 OK 那我念出来的这个大小 应该是多少啊 大家看一下 六出来大小应该是多少 一个 一个 二维输组里面 就是 前面这个呢 用来控制这个 什么呀 班机是吧 班机我们有几个班 三个 三个班 每个班机里面有四个 三次 是吧 三和四 这个实际上来 来取来取存的 这就相当于是二维的 就是一个 一个 矩阵了是吧 对吧 相当于一个一个一个矩阵了 那如果我们是 是这个还原成这个 呃 呃 表格的话 我们来一起来给他输出一下 假设说 我们输出的这个成绩啊 第一个成绩的 同学的成绩是比如说 六十五是吧 嗯 六十五然后呢 七十三 四个四个四个同学是吧 对 九十这是这是 呃 第一个班对吧 嗯 第二班比如说 呃 随便啊 我们随便打了好吧 呃 六七十六 OK 第三个班是吧 对 第三个班是 呃 七十八然后八十五啊 这个七十八 哎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是 有相当于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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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一个表一个表是吧 对第一行的第一列第一行的第二列 第三列第四列是吧 对这样的方式来存储 OK 好那如果这样来存的话 我这个宿主 我拥完了以后 这里应该怎么给他存进去啊 那怎么给他存进去啊 我这里应该是写的写的是什么 scores scores 哎 几样 是第几个班 哎 刚好我们这个是从一开始 是不是不好算啊 啊 因为我们下标是从多少几 从零 零开始是吗 那我就零小于三行不讲啊 零小于几 是是这样就刚好是从下标从零开始 我们这控制下标比较好控制 对吧 OK 那么scores几 这个第零行 的第 零什么 第零个是不是这样 对 OK 是这样去吧 刚好把第一个班的第一个同学的成绩存进去了 那下一个就是还是 i是零是吗 i是零 这就变成一 一 然后零 二 零三 是不这样呢 这是这是零零是吗 对零一零二零三 这个就是 一零一零一二一三 类似是吧 往下明白了吧 明白OK 这是这样一个输入 这样一个成绩把它存起来 是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所有的成绩都存起来了 对 对不对 好存起来以后呢 我们是求这个平均成绩我们就 应该是可以求没有问题对吧 对没有问题 OK这就是整个就是输入了 OK那输入以后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这个输出 对吧 输出什么 二维 数 数组 的每个元素 元素 如何输出呢 输出怎么输出 我们是不是要用 相当于是用 是不是还是这样两个输出啊 两个循环啊 两个循环来输出啊 对不对 这是输入 然后呢 我用两个循环来输出 i等于零 i小一个啊 3 对吧 i加加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for j等零 j小于4 小于4 是吧 j加加 OK 好 然后就输出 输出的是谁呀 是 scold的 i个勾 score的 我们输出 比如说 这里面我们提示一下吧 这是第一个班级的 第一个班级的 是吧 第几个加上i个 i个i加1 i加1 i加1我们加括号是吧 第i加1个 这个班级的这个成绩这个学员成绩是吧 嗯 学员成绩我们把它输出输出来 OK 好 那么呢这里面的输出什么呀 输出的就是我们每个 输出到这个当前这个班级的这个学员的成绩了 对 对吧 那就是 score i i i go 是吧 i go 就把这个成绩给这样输出出来了 是吧 如果你要求平均成绩呢 是不是也好办啊 是 也好办 你知道定一个什么 a v g 等于多少 0 我们是是把每个学员的成绩累加起来是吗 对 那就是 sum 好吧 sum ok 在这呢我就把这个值啊给 给这个 呃 是吧 累累加一下 sum 加等于多少 score i go 是吧 这里面呢我们加一个提示吧 就是 呃 呃第几个同学 第 i d g 是吧 加1 各同学吧 哦 对 这一加一个同学 对吧 嗯 各 学员的是吧 成绩 成绩 是 这个 嗯 ok 这么累累加完了 对累加完了以后我们在这就除以几 除以 4 除以4 ok 我们再输出一下 这个 啊 第几个 扳机 我们复制一下啊 是这样的 好 第几个扳机 的 平均 平均 均 分 分 是 多少 知道 sum 除以4 这个要扩扩起来是吧 嗯 否则它先连起来了 哎就这样输出 是不是就搞定了啊 ok 编译一下 总长 总长 我们要输入 对 输入我们这儿是不是没有提示啊 是 没有提示 我们这儿就应该是 嗯 输出一下啊 我们提示一个怎么样 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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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第几个班 i个班 i加一个班 和 两个班 输入 然后包括 我说 编项 动 类 第二个成绩 对吧 对好 我们测测一下啊 90 78 89 这是第二个班了 是吧 87 随便数的啊 88 98 第三个班 对吧 67 76 15 87 OK OK 数出我们这个每个班的同学的成绩 平均成绩 对吧 第二班的成绩 平均成绩 对吧 第三个班的成绩 平均成绩 对吧 我们都这样数据出来 这用到了二维数组 来去存储这个成绩 就没有问题了 好吧 好 这是我们这个二维数组 这个势力 小白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没问题了啊 没问题 好 这个二维数组呢 应该是在我们以后使用当中 频率还是要高的 好 那么这个 多维数组这个 我们就给大家先演示这个二维数组 就到这里了 好 好吧 好 我们下一节看一下这个布置两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呢 是一个叫拆数游戏 是吧 从键盘当中任意输入一个数据 判断数列中是否包含此数 OK 任意输入 这个数列呢 你可以先在程序里面先定义好 是吧 先定义好就可以了 而第二个呢 是使用字母打印一个正三角形 注意这里是字母排列的 你看 A B C D E F G 是吧 排列的这个字 这个呢 也可以用宿主吧 宿主的方式来去存储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两个作业题 好 我们这个 宿主深入这一节里面呢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集会见 噓湿